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曲 三三 来去高雄 结ingle hit 入围就是肯定 在我身旁这位大哥星呢 是她这一次以 《爱不是一种嘴》 首次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 赖慧如 慧如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慧如 慧如来到现场之前就知道他有多重身份 而且他非常孝顺 他在他身上有很多很美好的形容词 这张专辑 爱不是一张嘴 是你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所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样的 好 其实我发了四张专辑 然后我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是以唱跳为主 从第三张才是慢慢的有往抒情那方面去走 然后来到第四张之后呢 我觉得从19岁出道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已经26岁了 我想说我应该要有一个成长 在面对感情情感也会有不同的理念 也经历过不同的感情的路段了 所以就在第四张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 让大家观众听众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慧如唱感情歌已经慢慢进步 让大家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一些纠结的感情方面 比较沉下来的 那你刚刚说到台语歌的部分 因为可是这张专辑你有收录一首国语歌对不对 他说如果可以哭 然后听说你是收到这个demo的时候 你又崩溃了 眼泪又溃堤了 为什么呢 这首如果可以哭呢 其实是我的师弟郭总有 他也是一个歌手 然后他当初因为我们两个感情还蛮好的 在聊天的过程中因为他比较了解我的个性 所以他这首歌其实是他为我量身打造的一首国语歌 他其实在讲说就是现在的人压力有点太大 然后因为我们是公众人物 有时候可能我们私底下的情绪没有办法 搬上台面跟大家讲 所以我在大家面前其实没有人 很幸福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看到我 就是私底下最崩溃的那一面 所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有点 好像在我最深层内心的那一面 有点帮我打醒的那种感觉 觉得叫我赶快出来 不要再自己沉浸在一个人的小世界里面 可能压力有点过大 可能平常会喝喝小酒来解压 所以这首歌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算习惯逞强的人 应该算习惯逞强的人 你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时间不高》 对这首歌曲呢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人在急诊室 为什么 那时候我有就是那个女生嘛 因为常憋尿 所以有那个 泌尿道问题 尿道也引发肾于眼 那真的非常严重了 而且你做外景更容易憋疗 然后我又不喝水 我一个月喝的水量可能就这样一罐 不可能 你平常都不喝水 那你平常都不喝水 可能就是喝茶喝酒 都有 都有 就是都不 不是喝纯水 不会是水就对了 就是会加点东西 就是不喜欢喝水 你跟我小时候很像 我小时候也差不多不喜欢喝水 但其实对于人体来说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蛮严重 一度住到家户病房 然后就觉得 自己好像时间快不够了 然后身边还有很多你想爱的人 就是没办法 没有时间去爱他们怎么办 就那时候好了之后就 把这首歌写完了 那还是有变得比较爱喝水了吧 现在因为这首歌写完是重要的 但是我说真的 我喝水真的会吐 但是我现在找到方法 就是加柠檬 或是加 发泡丁 就让那个水变得有味道 然后又是健康的 我就可以喝了 还有气泡机的啊 你可以用那个气泡机 对 气泡机 还有些人加胶原蛋白粉 还会变漂亮 对啊 现在就是有用到这个方法 其实在听了 慧如的音乐 还有他的故事之后 我蛮心疼他的 因为他很努力 他也很坚强 他也希望做好 更重要的是 他想要让家人放心 12岁你等于就开始歌唱比赛 而且当中有经过很多 大大的小小 甚至是远远近近的比赛 终于入围金取奖 给你一个时间 你最想感谢谁呢 最想感谢的真的是我的阿嬷 很小时候 大概三四岁 因为我爸妈 我爸妈很早就故事 然后我爸妈离婚之后 我是阿嬷代达 但因为爸爸那边就是 阿公算是 算梓威董书的 所以他很小时候 算我跟弟弟的命运是 就说啊 这人的小孩 阿盖就是 就败名了 所以痴也不好 然后后来就帮我送到孤儿院去 然后后来是我这个阿嬷 她其实是我的外婆 是妈妈这边的 但是我还是讲她阿嬷 所以她就是觉得说 自己的小孩 为什么要送到孤儿院 所以我在孤儿院待了一下 她就把我带回来 然后从小 就一直栽培我唱歌 然后就是送我去比赛 然后带我去跟老师上课 其实有一阵子 我还蛮抗拒唱歌的 因为我觉得唱歌变成是一种 职业的时候会感觉 找不到唱歌的热情 直到后来是有一次 抗拒唱歌 我就不要唱 然后她还是逼我去比赛 然后我就乱唱 然后唱乱七八糟 然后她 是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家 我发现她还哭 然后就觉得说 当然很 很对不起 就是 很对不起我 她觉得她想要 替我争一口气 可是 她好像觉得 我也要放弃了这样 然后我是 我是后来看到 然后 才 躲到房间里面 然后自己也哭了 觉得说我自己 怎么可以这么不孝 然后从隔天开始 我就每一天 然后就 练歌 然后那时候我就 努力 就想说我不能让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 拼出一个成绩来 给阿嬷欣慰 然后也 告诉我爸爸那边的人说 虽然我会很 可能我会很辛苦 但是 我只要努力 我还是可以做一道 我们给慧如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明明就说我今天不酷的 你可以哭 你要随时的把自己的情绪可以释放出来 12岁的时候开始比赛 而且听说呢 阿嬷带着你去比赛 还不只在台湾而已 还是还有到海外去 我听说有到海外去比 全球迷南语的比赛 有 那时候是全世界 那次其实我还 觉得蛮新鲜的一个比赛 因为它是集合了各个国家的一个比赛 就比如说有马来西亚人 新加坡人 还有汶莱 印尼 美国 泰国 每个国家 然后来唱台语歌 是 那时候你几岁 14岁 14岁 感子很大 这边比 然后得到全世界的第十名 哇 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台湾之光 卫国 这时候这个比赛其实还蛮好玩的 因为那时候就认识了很多 不同国家的朋友 然后就看到美国人会唱台语歌 哇 泰国在唱台语歌 就哇 这身为台湾人给你骄傲 是 因为毕竟台语是台湾的谜语 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到大家都会唱台语歌 就觉得哇 好开心 就是大家都跟你做一样 跟你相同热爱的事情 对 热爱音乐这种东西很开心 现在你来到金曲奖殿堂 其实也是这样的感受 对不对 其实真的 金曲奖那时候真的对我来讲 好像似乎有点遥远 现在我迈进了这一步 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觉得自己在做梦 但觉得真的很开心 也谢谢评审 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那如果用专辑里的一首歌 表达你现在的心情的话 你会用哪一首歌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的话 可以为我们现唱一两句呢 这张专辑的歌都偏 白欸 但是我相信你是很喜悦的 其实是一代 好啦不然我就唱 我的主打歌好了 好 好不好 有我嘴 相信人的情话 感情总是 给人吃买 爱情爱 都是一种嘴 孤独的一支 也会等过 人海中 有情人都会找 爱你一句话 放在心底 就算我内心的忧悔 那我的爱情 赞你许会 掌声鼓勵鼓勵 爱不胸嘴 真的是实力唱将欸 你这边 突然酷了 要唱就有点紧张 这声音唱得非常好听 谢谢 连歌王都为你 我 你看 这边 有没有 这边 头发都站起来了 这有七米疙瘩 哈哈哈 因为我站在这个位置 他的共鸣太亮了 站在这个位置有点 哇 而且我刚才知道他的故事以后 你唱的这些歌曲 你的情感是有血有肉的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帮你 传达到 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而且你的能量非常的丰沛 而且我觉得可能 过去的这些故事跟经历啊 反而会成我现在 更加前进的动力 是 变成你的武器了 好啦 因为金曲奖 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知道吗 其实慧如还很会跳国标舞 今天看他的曼妙的身材就知道 所以我们也很想要来先问一下 你的战袍是不是准备好了 战服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来期待 小小期待一下 大家现在对我的印象就是要 火辣 所以会转换一个形象吗 还是你就是故意来一个 全部包紧紧 没有 当然在服装的部分 还是不会让大家失望 但就是会走一个比较 跟以往比较小小的 不一样的风格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会那天非常期待 星光大到我们再见了 然后也预祝你可以顺利拿下 你第一座金曲奖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